聽到手機警報聲大響 你是不是差點往外跑 我國九號史無前例 針對大陸衛星 竟然發布國家級空襲警報 仔細看民眾收到的 國家警報簡訊 英文是寫空襲警報 飛彈飛過台灣領空 請注意 但事實卻是大陸衛星 經過領海上空的大氣層 來一怒轟 是不是故意製造恐慌 難道是國家級詐騙簡訊嗎 我們合理懷疑你 你是鬼頭的 水指揮的 如果今天是飛彈來了 寫成衛星 那麼嚴重的錯誤 不用究責 空襲警報狂想的第一時間 三軍統帥蔡英文正忙著輔選 當場的反應竟然是抓抓頭 然後淡定微笑 這麼說 衛星不是飛彈 隔絕質疑 國防部發布飛彈來的空襲警報 三軍統帥這反應 難道是狀況外 還是早知道是假的 不是飛彈 老百姓都不相信 或是懷疑 這怎麼辦 蔡英文說大家不用害怕 他講那句話才讓我害怕 這麼嚴肅的課題 現在整個政府是錯誤百出 立法院要強力監督 監察院要查清楚 該下台的人要下台 根據規定 國家級警報有二十三種 其中要發空襲警報的狀況 是飛彈落地 飛彈落海 飛彈截梯等 從頭到尾都沒有衛星 國軍破電荒 針對衛星發警報 來應質疑 到底是誰下令 有什麼目的 情出從而 資料為什麼要誤判 誰下令要發布 告訴我們全國的民眾 讓大家安心 最高的導演就蔡英文 然後國防部呢 私信單位 如果平均一個人視通 那商議喔 請問這個錢 誰買單 2004年 陳水扁有兩顆子彈的選舉奧部 蔡英文總統任內又來了 狼又來了 來了一顆飛彈的 國家級選舉奧部 當初裴洛西來台後 大陸四枚飛彈 通過領空大氣層 政府已逆步說 如今一枚衛星 不過經過領海大氣層 卻警報大作 說沒有任何目的 恐怕沒人相信 接著張宏慈 李宣雲 SL組 台北報導